大家好,我是魚人 這一次來聊聊《世紀帝國2》決定版的相關文明的介紹 上一次我們把最早以前的版本 也就是帝王世紀的內容聊完了 這一次我們會依照更新的順序 以他的DLC的更新順序來當作排序 我們來聊政府者入侵 也就是比較古老的版本 他DLC更新後的一些文明的相關介紹 首先我們來聊到西班牙 西班牙在世紀帝國當中算是比較 也算是比較老文明 雖然比我們看到帝王世紀的文明來的年輕一些 但他的整體強度以及科技線的安排上算是 比較完善的一個文明 雖然他有幾個缺點,包含他的工兵只有一隻 他並沒有奴兵這些小小的問題 好啦,來聊一下他的相關的科技與他的一些加成 首先呢,他的建築物的建造速度提高30% 這一個受益是受益於他村民的建造速度 而這一個建造速度是在 如果正常來講,你的文明有魔防水車也就是起動機 也必須在城堡時代才能獲得加快20%的建造速度 最常拿來玩的就是上空間時代去插別人建塔 這一個戰術是不是最常見到 甚至是防禦別人插建塔跟別人對插建塔的情況下 西班牙這30%的加成速度通常會無往不利 而如果對面他並沒有這麼做 而西班牙也沒有打算做這件事情 西班牙在上城堡的時候插城堡 也可以更快在戰略要地上或者是在防守的情況下把城堡練起 這是西班牙一個很有效的建築加速的能力 接下來他的兵工廠免於升級免黃金 這個技能呢該怎麼說有些尷尬 對於某一些玩家的想法來說會覺得 通常整個遊戲的早期到我們看到中期這段時間 就是我們看到黑暗時代入到城堡時代出席 這段時間通常來說 黃金的消耗實際上並不如實物的消耗 除非你是玩類似像弓箭民族 他的實物消耗可能會比較少 不然消耗免於黃金這件事情 他就會變得殲免上比較少一些 當然還是有一定的強度啊 畢竟你可以靠減免的這些黃金呢 在上城堡時代時去生產更多的騎士 或者是研究包含像單道學這些 但對於西班牙人來說 他的免於黃金雖然有這個兵工廠可以不用 不用黃金去升級 但也因為他的射箭場沒有 他的攻兵線趨近於殘缺 沒有奴兵也沒有強領兵 這也使得他的 單位的受限性上比較高 然後剛剛好像忘了提了 他在官方的地位是火藥與生女文明 基本上他的火藥的強度算是在 早期來講算比較強的文明之一 而為什麼我會說比較強呢 他主要的有的點在於後面這兩個 第一個是他的火炮戰船受益與彈道學 所以攻擊量很準 而這個受益實際上我的印象是包含火炮的 所以他的走推炮和他的火炮船 射的準確度都非常的高 且也因為他後續他的火藥 單位的攻擊速度提升的關係 這也變相讓他的火炮船在帝王時代時 甚至可以取代我們可以看得到的奴炮船 雖然造價更貴 但對於敵方船艦的打擊能力變得更加優秀 而且更加強大 這個是他的火炮船以及他的火藥單位的加成 接下來西班牙他是 目前我們看到版本上來說有兩個特殊單位 就是只有這個文明才有 但後續我們介紹的其他新聞明也有類似的這種 擁有兩個特殊單位的文明 但這應該是我們第一個介紹到 第一個是他的西班牙征服者 也俗稱馬上火槍兵 但實際上 漁人個人認為是 用西班牙征服者不太對 在歷史上來講 提確西班牙有組織過馬上的卡兵騎兵團 就是他有所謂的馬上火槍兵這種東西 是真的有的 但他把官方把他取代一名西班牙征服者 可能是為了對應征服者入侵當中 西班牙對上 就是遞搭發現發現 我們看到美洲之後 他對美洲的一些進攻活動 所以才選擇取名西班牙征服者 另外一個是傳教士 也就是馬上可以期待馬上的生日 這一個我的印象在失落的帝國 就是下一個篇章DLC當中 他獲得一個強化他會受益於拼種加成 然後在決定版他也受益於 就是我們常講到的馬的跑速跟蹤技術的部分 他都有獲得效果 而這一個等一下我們會在後續介紹 而特殊科技是異端審判和霸權 這兩個等一下我們會做介紹 團隊加成呢 這個團隊加成他並不能影響單 就是我們看到一對一比賽 因為他是貿易單位生產25 可以多25%黃金 那一個優勢呢 除非你拿你家的馬車去 跟別人家就是一對一時的敵方的市集中奧義 不然的話 整體來講 這個科技只有在團隊上會有優勢 而且是比較優勢的加成 好我們來看看他的軍 就是基礎的軍事三個 三條科技線 西班牙他的科技實際上並不算弱勢 但他最大缺失呢 也來自於他的射箭廠 雖然他的兵工廠科技是齊全的 就是所有三級升級都有 但他的最大缺失呢 就是他的工兵沒有強武兵 這也導致了他的軍事線的選擇上 普遍會偏重於步兵和馬舊 以及他的寶兵這三個來當主體 當然也有一些玩家 操作技術比較優秀的玩家 他可能會選擇玩 升旅但這個算豪華 等一下我們聊到修道院時會再提及這件事情 首先看他的軍營 他的軍營實際上科技算完整 就是沒有南美洲的科技 除此外整體來講 就算中等偏上至少科技線都有 但他沒有步兵加成 第二個是他的射箭廠 他的射箭廠呢 沒有弩兵沒有強弩兵也沒有安息 所以他雖然攻馬手的科技 算是齊全 但也因為沒有安息人和其他弓箭的加成 所以他的弓兵 弓馬手的部分 比較不推薦 就是他的弓馬 優勢不明顯 可以玩但就是效果不明顯 而他的火槍兵的射擊速度是比較快 那火槍兵畢竟血量較少 只有35B 整體上來講 個人會更推薦西班牙軍武者 就是馬上火槍兵這件事情 然後接下來看馬舊 西班牙也是屬於他的馬上科技算齊全的歐洲國家 雖然沒有我們看到就是屬於中東特色的駱駝 屬於我們看到的東南亞特色的巷服 以及草原民族 他的馬舊是完全全可以玩的 甚至可以搭配他西班牙的征服者來做更有效的給敵人的壓力 這是他馬舊的科技 基本上就是一個很標準的歐洲王國會有的奇兵科技線 都有 整體來講表現算中等偏上 而 兵工廠的部分 他兵工廠的科技是奇人 但很可惜就剛剛說到 他沒有奴兵也沒有槍兵手 所以他不太適合玩小工 當然 說不適合 主要的點也是在於說 他的小工沒辦法謹慎 這才是主要的原因 而 工人器具的部分 他工人器具實際上算中等偏上 就是 不算很領耶 畢竟他沒有 重型奴兵也沒有重型駱駛車 但他有重型衝撞車也有火炮 但我的印象他好像沒有工程師 所以整體來講 在工程的表現上會略弱一些 但他的火炮因為受益於他的 火藥單位的攻擊速度加成 加速的關係 所以他實際上他的火炮 更容易可以打擊到敵方單位 以及敵方建築 但整體的射速有沒有大幅提升 我的感覺是沒有到非常大 但是 他是可以產火炮的 整體來講他比 其他有火炮文明來說 他的火炮準確度算提高不少 畢竟有提高攻擊速度 他也會提高火炮的 炮彈飛行速度 所以西班牙是可以拿火炮做工程 但當然也要預防射程比他要長的條頓城堡 或者是火炮塔 這個就要 在操作上要多加留意 而西班牙人有重型衝撞車 雖然沒有我們看到的 工程師的科技 但至少重型衝撞車在工程上的優勢還是比較明顯 而碼頭部分 西班牙人的碼頭是完全齊全的 他的科技線基本上來講是都可以選擇 甚至後期如果不打算續集 奴炮船的情況下也可以選擇續集火炮船 但他火炮船的造價相對的非常昂貴 畢竟奴炮船一艘也才90的木材30的黃金 如果再加上造船員的技術之後 他的木材消耗品更少 那火炮船就很貴 火炮船需要200的木材150的黃金 且他還需要先研究化學 就是研究化學之後還要再做升級費用 需要400的500的木材 所以他的火炮船生產出來的時間會相對的晚 剛上帝王時代的時候是沒辦法直接大量續集火炮船 但在團戰或者是水戰比較多的地圖 西班牙的火炮船只要能夠讓他續集起來 他的威脅是非常大的 甚至可以超越我們看到某一些海戰型的文明 但確實也是一句老話 他的成本很貴 比起我們看到微晶大鑽船也好 或者是一般的文明的重型的炮船也好 他的成本是非常高的 但依舊一句話 他只要能夠例如說在團戰上 他只要能續集起來 他會是你的岸邊的最大威脅 畢竟受益於超長的射程 15的射程 就算眉身也有13 身玩的是15 他的威脅性會非常的大 這是西班牙人的碼頭 算是完完全全可以玩 但他的碼頭加成要到很後期 你願意去機火扣船的時候才會最有明顯的提升 然後大學部分 而西班牙的大學他有幾個小缺點 第一個是他沒有火箭 所以他的劍塔和他的城堡 在抵禦對面的船艦靠近海灘這件事情會比較弱一些 然後也沒有工程師 所以他的炮兵的對建築物刷傷力會低下一些 但整體來講算瑕不掩餘 畢竟有火藥單位的額外加成的關係 所以強度上並不弱 而沒有模仿水車實際上是出至於平衡 畢竟他本身就已經提出30% 再給他模仿水車那個建築效率會快的驚人 所以也算是平衡考量 畢竟這30%是從天安時代就有 如果你其他有模仿水車或者是 舊版翻譯好像叫起重機吧 的民族也要到城堡時代 還需要研究後才有這個加成速度 但西班牙版不用 防禦型建築的部分 基本上科技是完全齊全的 畢竟他還有建築學還有火炮塔 所以他的防禦型的建築物 可以搭配建築學來打防守戰 問題不大 然後城堡的內容 城堡他的西班牙征服者呢 有一個比較大硬傷 射程 西班牙征服者在 上帝王時代的早期 強度實際上很強 就是出上城堡和出上帝王時代時 西班牙征服者 因為有比較高的裝甲 他有20 他有兩點的裝甲 兩點的遠方 就是進防和遠方 但我聽說讓他經過版本的調弱 他好像最早血量還高一點點 然後並不受防治馬功的單位克制 就是最早他的定位實際上比較偏向其實是 就是騎兵單位 但後來就決定版之後他被削弱 他被改成了 馬功單位 所以他被反制馬功的單位克制 這個是他的後期他在決定版被調整的一個狀況 但整體來講還是很強 畢竟撇開射程的問題來講 他在上城堡時代時 拿征服者去騷擾對面的 我們看到的其他民族 他基本上就可以拿來當弓馬使用 且他比弓馬威脅性還強 如果對面直引頸只有步兵來做防守的話 很容易被西班牙征服者甩到一隻不剩 這個是西班牙征服者最大的優勢 但西班牙征服者的問題就是 上帝王時代之後他會相對的弱一些 畢竟他雖然有比較高的防禦 但他的射程相對的短 所以他甩一些跑得比較慢的單位可以 但如果遇到對面是有像弓馬手的 他不容易站到優勢的那一邊 這個是西班牙的保兵 西班牙征服者 而他的特殊科技 一個是他的銀貫科技是異端審判 可以快速的增加生旅的招向速度 這個招向速度提升實際上挺明顯 因為他可以完全抵消掉終神信仰 就是帝王時代的這一個科技 所以說如果西班牙人選擇玩生旅 開始續集大洋生旅的時候 他的異端審判是一定會點的 畢竟成本很低 只要100的15-300的黃金 這個是有被調整的 以前好像最早以前的版本好像是400 15-400的黃金 就是剛有這個科技的時候 但後來被嚇銷 所以他整體來講他對於生旅的加成會強化非常的多 甚至對面如果產赤猴來對付生旅時 生旅也可以更有效率的去招向他們 但當然如果對面的赤猴數量夠多的情況下 請還是不要拿生旅去打 一定會被砍成菜的 這是我相信的 畢竟一團怎麼辦他只能夠算是加速招向的過程 但本身來說生旅還是滿軟的 所以遇到像我們看到的親戚兵還是要多加小心 另外一個是霸權 霸權是提高村民的血量和防禦 他這邊沒有血的很清晰 我的印象是提高村民40點的血量 2點的進防2點的遠防 以及6點的攻擊力 所以村民的血量整體的血量 再搭配上織布技術 村民會拉到80的血量9點的攻擊 3點的近戰防4點的遠戰防 只是有個可惜的地方 西班牙村民並不會因為研究霸權之後 他在發呆的情況下去攻擊敵方的單位 他是不會做這件事情 所以在一般玩家的操作上 他可能最主要的強化是強化在 在上帝王時代你研究霸權之後 跑去插別人家城堡 這個是最大的命線 畢竟他有80點的血量 3點的近防4點遠防 可以說和我們看到的劍勇 的防禦與血量是相當的 缺失是攻擊力上略弱勢一些 但成本很低啊 畢竟只需要消耗50的食物 所以在後期的西班牙 他的 拉村民去別人家門口該建築物的這個行為 算是會比較常見一些 畢竟霸權可以大幅提高村民的生存能力 且升級費用也不貴 415 250的黃金 對於帝王時代來講不算很貴 所以西班牙村民在試彈操作的情況下 他實際上是完全有能力可以群毆其他單位 只是大多數人不會這樣操作 畢竟難度很高 因為村民他的預設是不會還擊 他會跑給其他單位追 所以如果你沒辦法 框村民去A每個單位的話 容易操作失誤 這個是霸權的一個小問題 而接下來他有圍牆有兵工學 所以他村民在配合霸權的情況下 拆建築物十分的快 這個是西班牙的城堡科技線的內容 接下來修道院 西班牙修道院算是比較獨特 他多了一個叫傳教士 傳教士基本上等於騎馬的僧侶 雖然他招牆距離比僧侶少 僧侶他有9個 但傳教士只有7個 所以傳教士他更擅長的呢 算是隨軍出征 例如說你有騎士 你可能有其他我們看到的 軍團單位 他可以更好的跟在軍團單位的後方 且他的優勢呢在於 如果對面他的主要防禦單位是近戰單位 且是步兵單位 或者是移動速度較慢 例如說戰象 傳教士他可以更好 優秀的拉出距離去 去招牆敵方的慢速單位 這是優勢 但相對的 因為他的招牆距離比較短 所以他更害怕弓箭手 雖然可以受益於我們看到的 神聖思想加15%血量 就是加15點的血量 加15點的血量 以及我們看到的 剛剛講的品種的科技 讓他的血量比一般的僧侶還硬 但整體來說 他的定位 會比僧侶更像是隨行的 醫療單位 或者是隨行的招牆單位 因為他沒辦法減移機 這是小小的問題 但西班牙整體來說 他是可以玩生旅 他生旅 的硬度雖然沒有更硬 但他因為他的 這一個異端審判的關係 所以他的招牆速度十分的快 這也讓西班牙 他是可以選擇承寶石 在開始去生旅 或者是傳教師來做 簽壓的 只是比較可惜的地方 通常生旅會搭配弓箭手 或投資車 那西班牙這兩個 都沒有 他的投資車沒有到中型投資車 所以 在帝王時代會略弱一點 而 弓箭手也沒有強弩兵 所以 他的 搭配選擇上 會比較局限一些 可能還是要 靠長槍兵 或者是靠 騎士來做 配合 整體來講 西班牙的生旅 與傳教師 算是強大的 畢竟 還有異端審判的 這一個加速招降速度的 科技的關係 其他整個科技都是有 包含有 贖罪思想可以招建築物 欸講錯 可以招降對面的僧侶 也有 救贖思想可以招對面的建築物 這些基礎比較重要的科技 他是都有 所以 西班牙玩修道院 實際上還是有一定量的威脅性在 而 經濟的部分 西班牙比較可惜的地方是 他沒有彩金裝置 所以 他的 黃金收取率會比較差一些 而 他的 兵工廠雖然免於黃金 但依舊一句話 他 前期 通常會比較缺食物 因為 大多數的科技都需要食物 例如說什麼 雙面斧 什麼 彩石技術 包含生 科技時代 都一樣 他都是需要消耗食物 你看 五百的食物 八百的食物 一千的食物 所以 他的 黃金的採集速度比較滿 所以 導致他的 有一些單位的續集 或者是 我們看到的 單位選擇上 要 比較 在意一些 而其他的科技 也沒有輪重 但有雙刃 雙刃 所以整體來講 西班牙的經濟能力 並不差 後期也有 所謂公費制度去 減免 我們看到 物資交易的費用 西班牙比較常見啦 這一期比較久 然後 大約再嘴一下 西班牙通常 比較常見的戰術 會是 西班牙政府的 這一個是比較常出現的套路 而另外 比較少見的 就剛剛講到 完生旅線 就是通話來講 西班牙如果在封建時代沒發力 普遍會到城堡時代 才會開始做這兩件事情 而如果在封建時代發力 就是剛剛講到 他普遍會選擇 玩 我們看到的裝甲塔 就是步兵魂 村民蓋劍塔 另外一個就是上城堡時代 開始正面蓄西式 但這個比例比較少 畢竟西班牙人並沒有強化 馬舊的生產效率 以及其他的科技 好了 那麼這一期我們的 規則單緩集就到這 那麼我是 Yuan 我們下一期再見 謝謝 謝謝